大家好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种小凤尾花 第一针是边针 这种小凤尾花是15针一个花 四行 第一针是边针 第二针开始织花 两针上针 十三针下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这就是一个花 两针上针 十三针下针是一个花 我织一点为了对称呢 我这边也弄两个上针 这两个上针 这是边针 这是第一行啊 好了 下面是第二行 第二行 边针挑下来不值 用下去 两针下针 这次是十三针上针 这次是两个下针 现在最后这边呢 第三行 第三行呢 是这个花的关键 它现在开始织花 这个是上针 仍然是织上针 这个下针 下针的话呢 四针 并一针 一二三四四针 好 重说一遍啊 一二三四四针并一针 这不太好遍哈 四针并一针 然后呢 加一针 支一针 加一针 支一针 加两针了啊 加三针 加四针 加五针 加六针 一直是 一二 加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这就加六针了 一二三四 四针并一针 这次呢 是从 最 上边这颗针子开始哈 这样锁 这样锁针 然后呢 就后边这个呢 制两针下针 一针上针 反过来 反过来 两针下针 同样哈 一针 再织 十三针上针 一针 两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针 十三针上针 然后呢 在这边上呢哈 再织两针下针 这一针是边针 一针 这个花呢 到此为止 就算 织完了 就织完了哈 我再织 我再织一个花哈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 第一针是边针 从那个 花的开始 花的 两针上针 十三针下针 十三针下针啊 完之后织三十三针下针呢 然后呢 再织两针上针 边针是下针 这是第一行 好了 反过来第二行啊 第二行 挑一针哈 边针 线绕下去 两针下针 十三针上针 然后再两针下针 然后再两针下针 边针 边针之下针 好 第三行 第三行 第三行是关键之花的行啊 嗯 仍然是两针上针 然 这 两针上针 两针上针 四并一 一二三四四并一 这不太好处啊 四并一 四并一 然后呢 掌六针 掌一针 织一针 掌一针 两针 一二三 一二三 四 五 六 能掌六针 然后后边这四针哈 后边这四针呢 仍然是 四并一 四并一 然后最后呢 这两针之上针 边针之下针 这就是两个花织完了 第四行呢 第四行也比较好织哈 第四行就是 两针下针 十三针上针 然后再两针下针 最后一针是边针 好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的话 嗯 可以自己织了哈 我再再重复一遍 就是说 如果您没有有没学会的 你再跟着我 学一遍啊 我就光织哈不讲了啊 这是第一行啊 两针上 十三针下 两针上 边针 其实支起来也挺好支的 这都看得出来 支几行就能看出来了 一看就是下针的 你就支下针 这边一看是上针 你就支上针 其实现在已经不用数针了 肯定是对的 这是第二行 第三行 两针上 下来 一二三四四针 并一针 长六针 然后呢 最后这个呢 再四针 剩四针 并一针 这是上针 边针支下针 然后最后一行 先把最后一行给支了 这就是 织了三个花 一二三 三个哈 这边一二三 三个小型的凤尾花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的话 我们一起织吧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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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